文大哉问,同事的孩子是自由生,上课听一遍就懂了,课本永远跟新书一样,因为根本不必复习也是第一名,优异的成绩再加上是独子,不吃饭妈妈喂,书包妈妈整理,东西没带妈妈送达,睡觉当然跟妈妈睡,她在家除了睡觉,会做的事情就是打电动,功课还是一样好,高中考上第一志愿, 这么优秀又乖的孩子让父母可欣慰了,妈妈帮她做尽了一切生活上大小事,大学连考考上南部一所国立大学,这是她独立的开始,没想到,学期过了一半,收到学校寄来的退学通知单 原来注册完,父母帮她找号宿舍安顿之后,她就躲在宿舍打电动,少了妈妈在身旁,不止没到学校上课,连书都没买,当然也没去考试,想当然玩,退学了,只有先当兵,但退伍后还是宅在家打电动,三十多岁了,没上过一天班, 幽田听到消息,同时想让儿子出家,让佛祖来教化她 我想起小时候背的三字经,子不学断基柱,养不教父之过,子不学非所疑,又不学老和味 对吧